大家好我是邱哥 那今天我們來到的這一家飯店 他位在Cliveland的Downtown 然後他是Kimpton 是IHG集團的 那這一家是叫做Scoffield 這一家在Cliveland Downtown 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 然後他也是走得像Thompson一樣 這種典雅的風格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狗是不用額外加家的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寵物的 像我們一樣 就會很想來這種 寵物非常友善的旅館 然後也是住起來 目前也是非常的舒適 那我們這一次來了 他剛剛好五點到六點 有舉辦一個品酒的 Happy Hour的活動 但是我等一下要開車 所以我也不會喝酒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就有一些wine 女孩子在這邊續酒 Kimpton比較特別就是 他都會一直有一些通關秘密 然後他就會送你一些小禮物 像我們這一次是拿到一些 你拿出來看 你拿出來看 有這個 POPCORN POPCORN 阿瓜應該很喜歡 然後還有 小熊軟糖 超讚的 然後還有這個 巧克力餅乾 巧克力餅乾 都是非常好的 在半夜有沒有 深夜的時候就在這邊 吃一點 非常的舒服 然後他這邊Valet Parking 因為我們沒有 就是IHG的一些會員的福利什麼的 那他這邊就是Valet 是一個晚上39塊 其實算是蠻便宜的 因為Klifflame不是一個 非常非常多人來 然後非常瘋狂的城市 所以39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那我們現在就在等我們的車來 然後等一下就去吃點晚餐 然後回來 然後如果有機會再給大家看一下房間 還有這個浴室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住的這一個 就是2 Queen Bed的一個房間 因為我們本來想住的這個 比較好一點的這個Premium的 King Bed的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住這個兩張床 不過也沒關係 就是我們來看看到底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 阿瓜站的位置 來拍過來 這個就是一進門 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一進門 嘿 這邊就給我掛外套的地方 所以還蠻貼心的 如果你冬天來的話 兩個人這邊掛個外套 然後呢 他就是一看他有兩張床 那他的配色我其實蠻喜歡的 你看他的包枕 是這個黃色的 然後配上這個床 他床是稍微算跟其他比沒有那麼高的 然後比較溫馨居家的這種感覺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然後你再看他牆上的這一些 算是畫框裡面的東西都是 都是蠻簡單 可是還蠻有趣的 看起來是非常有設計感 所以大家這個如果在擺設家裡的時候 就是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的擺設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 這個檯燈我覺得是不是可以打開一下 喔好亮 OK 那這樣整個房間都亮了起來 那我們可以看窗外 可是我覺得應該也不用看 因為窗外就是牆壁 因為他是緊鄰著別的建築物 所以旁邊就是牆壁 那如果你想要City View的話 就是有比較好的景景 你關的話你就要保一點多錢 床就設置在這邊 他的他的屋子 他他感覺還可以啊 還蠻喜歡的 OK 然後他這個電視 這個電視也算是偏小一點啦 但是因為距離 這個房間的這個紙巾 也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還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 大概這邊的空間就是這樣 但是呢 有一個空間特別大 就是 從 這個 這個臥室到 廁所的這個距離 非常的大 你要走過這個走廊 然後再來 進來看一下 叮 哇 妖怪 超大 你這邊都可以坐 伏地挺身 五個人一起坐 都不會撞到 這邊很大 你看 狗都進去幫我們當比例池了 好 那我 邱哥我本人 就來為大家看一下 裡面長什麼樣子 哇 這邊 又是一面很大的鏡子 然後呢 上面有一個燈 方便你梳妝 打理 打扮 然後呢 還有這個水槽 它是這種 轉來轉去的 十字的 這種水龍頭 還不錯 然後有宿口碑啊 然後你這個用洗手的一些肥皂 這個 就是一些幫助你這個美容的一些器具 還不錯 還不錯 嘿狗狗 嗨狗狗 然後呢 這邊也有一隻狗狗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寵物友善的 就是你狗也可以在這邊甩來甩去 也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它這邊有非常多的這個 扶手 就是如果你家中有這個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嘿這種扶手就非常的有用 然後這個廁所 嘿 還不錯 然後這邊也有掛毛巾的 然後再來 哇 這邊有浴缸 然後呢 旁邊就擺著一些罐洗用具啊 然後 還有毛巾 浴巾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這個 淋浴的這個浴缸是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一般來講 飯店通常是比較好的房間才會有浴缸 不過 我們這邊有這個浴缸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如果喜歡泡澡的人也可以泡 就訂這種有浴缸的房型 還不錯 然後一樣有非常非常多的扶手 所以萬一 你很容易眩暈的 也可以來這邊 洗澡 然後呢 這邊 欸 它這邊有一個水龍頭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美國 水龍頭大部分都是 釘在牆壁上的這一種 所以這邊有一個這個 你可以 拿起來的這種 攜帶式水龍頭 還不錯 這個就是 這邊浴室的情況 那還有一個地方我們還沒有去 就是 掛衣服的地方 那這邊有一面鏡子 然後呢 有保險櫃 對 有浴衣 那一樣如果要送乾洗的話 就是你釣起來 然後裝這個袋子 比如說 欸 我要乾洗 然後就會綁著乾洗 然後你要運動 欸 然後你如果 需要雨傘 這邊也可以直接等 還有雨傘 對 它有雨傘 酷嘛 它也可以連接 不過它房子也是蠻隨便的 跟我綁得差不多 好 所以還不算很大啦 可是該有的都有 不錯 我們這一間房間呢 我們是 就是利用這個 Capital One的Travel Portal 訂的 因為我們有辦了一張叫做 Fenture X的Capital One信用卡 那它每年會送300塊的旅遊退額 可是你要藉由它這個 Capital One的Travel Portal訂 所以呢 我們這一個房間 加稅 加所有的費用 大概是310幾塊嗎 315吧 我記得 總共是315塊 然後呢 它有300塊的退額 所以我們實際上最後 只需要付出15塊 然後再加上 Valid Parking的39塊 所以最後是54塊 那對我們來講 是還不錯的旅遊選擇 就是一個週末 我們就來Cleveland玩一下 然後就可以回Pittsburgh 隔天回Pittsburgh之後呢 晚上看看Football 然後隔天又是 美好的一個禮拜開始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愜意的一個旅程 所以歡迎大家有空 也可以來這個Cleveland這一家 Kempton Schofield的 這一家飯店來住住看